字幕君 刚刚进入十月份 在美国万圣节我们都过得非常非常盛大 万圣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之一 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恐怖电影 所以我对那种恐怖很吓人的东西特别有兴趣 前两年就从怀孕怀利亚之后 到莉娅去年 也是还算是小小孩 带小小孩跟怀孕的那段时间 真的是太累 照顾小小孩真的是非常非常累的事情 所以就是变成说前两年 完全没有心思 完全没有心情去过节日 所以万圣节都是简单随便过 但是今年 今年我觉得我精神比较好一点了 所以我就想要在 我就想要开始慢慢的 introduce Halloween 朱莉娅 昨天晚上 我就去我地下室里 找到了我多年收集起来的 Halloween decorations 但是有很多 很多 decorations 都是有点太恐怖 就是对莉娅来说 现在可能她还没有准备好 可能再过一年 再拿出来用 等一下我再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家里布置的样子 很快 tiet AA 这样 嗯 丽娅 你过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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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又一只手 amigos no 屈你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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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家裡比較 kids friendly 的 decoration 都拿出來 每用都拿出來了 但是還是有點不夠多 摸了寶貝 摸了寶貝 但是還是不夠多 就是家裡還是有很多很空的地方 現在我們要再去 store 再去買一些 Halloween Decoration 好可愛喔 現在是 這是我現在在做我們電視機後面角落的蜘蛛網 是用 是用這個毛線 自己是用毛線做的 現在給你看一下 很可愛 謝謝 媽咪 現在是這樣子 其實我還蠻希望我剛買毛線的時候買黑色 這樣子會更明顯一點 今天在 Dollar Tree 今天在 Dollar Tree又買了兩隻巨大的蜘蛛 剛好可以把我們的蜘蛛牆給完成 那這種比較重的東西 我就是會用這種 貼在牆上的這種掛鉤 這個 tape 一拉 就在牆上不會留痕跡 所以 剛好用來佈置 剛剛好 這個蜘蛛身上剛好有一個這個袋子 所以就把它勾在後面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在 Dollar Tree買的骷髏頭 但是因為這個 實在是看起來太廉價了 所以 自己再幫它上一點顏色 再加上一些蜘蛛網 加上蜘蛛網 加上蜘蛛網 以後 被尋找到 海裡更鮮 這場 這場 真氣像騙人 開始下雨 所以我們就到 購物品店 Let's go shopping 好可爱了这个 这个是白雪公主的钱包 有 parach huis团的 这个是白雪公主的 有不记得 piping热约的 我不会 酱油 你 eigen热约 今天買了一本超級可愛的書 這是Dumb Truck 砂石車就是砂石車 關於砂石車的故事 非常可愛的形狀 給Lia一看到整個就非常 就被這個奇怪的形狀給吸引 所以就給他買下來了 超可愛的這個 然後就給他買了一本 就是關於動物的書 因為最近我們常常跑動物園 所以他對動物非常 就是比較有興趣 非常可愛 給Lia買書 一定要買這種厚的書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非常暴力 跟他弟一樣暴力的人 所以一定要買這種比較堅固的書 還可以比較持久一點 比Daddy先到一點 剛才進去餐廳那是要等半個小時 所以就先來逛逛街 我們現在進去看 看穗木 可以看穗木 最高級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